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大了之后可能因为按的太多了 我对按钮渐渐没有那么感兴趣了 但是我发现值得我在意的事情却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我越来越容易被我无法得到我这些在意的东西而感到懊恼 就像小的时候没有按到那个按钮一样 这不由得让我思考现在的我们和小时候的我们究竟有什么不同吗 那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大人的内心深处 而大人之所以为大人 或许是因为相比于小孩子而言 更加习惯于那一张成熟的假面具 这就是哈佛大学加藤第三博士 在《我们为何如此不安》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论点 这本书还从各个角度解释了现代人的心理 教我们有意识地去分析一些自己或者他人的心理模式 今天就把这本《我们为何如此不安》推荐给大家 这是一本给迷惘者心灵引导的地图 也是普通人可以读也读得懂的心理自主书 《我们为何如此不安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